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你了解我你昨天不是从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吗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操作 美国不怕战争 人们认为威胁日本是在冒犯美国 当战争开始时 中国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国 你会受到攻击 俄罗斯不是你的朋友